像石墨 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 中国大陆已经昭告大家 针对石墨实施出口管制 那日子到啦 12月1号就到啦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很多的企业很伤脑筋 有日本的企业 有韩国的企业首当其冲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12月1号就要启动了 那日本企业呢 他们现在想办法要找替代品 比方说要去找非洲了 比方说还有要跟澳洲的公司合作了 像三菱化学就是如此 因为他们在莫三比克 在挪威有生产石墨 所以找上澳洲商人 希望能够让采购的途径多元化 否则光靠中国不行啊 因为中国一卡你的话 那你动弹不得 还有韩国现在也紧张 韩国之前就已经是伤脑筋 一直在开会讨论怎么样做 才能够维持到它的这个攻击 它的需求 现在你看93.7%都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这个依赖性非常之高 可是日本韩国现在怎么做 看来看转来转去还是转 离不开这个中国无法脱钩 赖老师 不只是韩国跟日本 其实欧洲很多国家也是如此 法国马克宏不是提出一个雄伟的计划 要在敦克尔克盖一个这个有关于锂电池的系列的工厂 它的地点都选好了 开始招了 然后台湾的一些厂商 那个做这个电池的厂商也都去了 而且是跟台湾切割的一个厂商是完全都到法国去了 那大陆也会去 那请问一下这些做电池的厂商 它的石墨原料从哪里来 百分之七十全世界 百分之七十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有些国家的几乎是极为依赖了 像你刚刚讲的韩国 93.7都是从中国大陆来 那是极为依赖的 日本其实也是高度依赖的 好 那他们过去都是 不管是心甘情愿的 或者是半推半就的 或者是被胁迫的 不管如何 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发展 都限制了 从三星开始一直到日本 日本从这些半导体的原料 到这个光刻机的设备 全部都对中国大陆卡脱子 那请问一下你美国也好 你日本荷兰或者是韩国其他的 各个国家你对中国大陆 你追随美国 跟着美国走 听美国话去制裁中国的 中国大陆当然要反制 而且马上要开始了 12月1号开始 那这些国家当然他们 说我们可以从非洲的孟三匹 找到原料 从挪威 从澳洲 可是问题 大家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往这三个国家 就一堆国家 都往这三个国家来找 那它的价格是不是就翻涨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运输成本当然更高 第三个它的供应量也不够 它怎么可能满足你们这些人的需要 第四个就是它品质不会好 那这样的情形下 这些企业一定会缺料 一旦缺料 它的工厂就要停工 所以它之前还有先提前采购 像日本就是如此 就一点增加采购1.5 那它们其他就要跟中国大陆磋商嘛 而且这家公司它自己富士嘛 这家公司它自己也说 它们会持续跟中国大陆买 但是要开始经过磋商 要经过审查 那你本身你日本 你卡中国什么 中国当然就卡你什么 那你要中国大陆审批通过 你就必须要也审批通过 这个中国所需要的这些原物料 这个才合理嘛 那如果你合理了我就合理 那我合理了你也合理 那皆大欢喜 那这样的情形下 美国人就生气了 那美国人生气 美国人要制裁你 那是你跟美国的事 这不是跟中国跟你的事嘛 好来蔡委员 那所以呢 现在南韩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的造船业 真的已经被中国赶上超越 而且那个差距 更是拉得越来越大了 看到呢 现在2023年说南韩造船商 全球新订单量将远远的落后 中国位居全球第二 而中国造船厂已经是连续 第三年占据全球新订单的榜首 哇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 是连三年都是中国拔得头筹 中国的造船业从最早期的启蒙时期 到现在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 不管是船舶的设计 船舶的这个基本架构的一个建造 再加上各种零部件的制造跟生产 这个体系已经太完整了 它不是一家公司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 这个是一个世界工厂自然会产生的现象 举个例子 我船舶里面需要哪一个零组件 我其实中国伸手都买得到 那你这个韩国刚开始造船 是很发达没有错 但它很多的零部件是要靠美国跟日本供应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造船体系 你再会造船再会设计 你总是会受制于市场因素的变动 你自己能够所控制的因素很少 这个情形就像中国在做电动车一样 从最上游的锂电子的材料 10ml的材料 到最下游的那个板子 要怎么做工具机通通有 这有这么一个完整的体系 它先天性就有很大的竞争力 举个例子 今天我要下一张买一个船的订单 这个赖教授的生产体系是那么完整 我问他说 可不可以两个月帮我做好 他说不用两个礼拜 我问洪婷说 可不可以两个礼拜做 不好意思五个月 我找谁啊 因为买船这种东西 尤其是商船 邮轮 它是有季节性的 它要抓得很好 我什么时候新船要开到什么地方 要运哪些货 我来一下旧船 要把它从什么后柜轮改成什么轮 它有一套作业在运作的 它不是像我们到饮料电机买一杯冰茶 随便走过去就买的 它是一整个很大的投资 那这个东西就造成中国 为什么订单接不完 因为第一个 中国不会延迟交货 如果像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 钱已经去了几年了 东西还没看到 那以后谁跟你下订单买船 船公司已经只要听到 这个韩国就避之为恐不及 那韩国是有这种接订单上面 不准时的问题 零组件品质难以控制的问题 那中国全部都在自己的国内 那国内光同一个零组件 至少有五六家供应商 这个优势你韩国没有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